刚才咱们讲了好多段 都是孔子说的话 他在讲这个中庸之道 就是他感觉到他非常感叹 也非常就是可以说发一种铠叹 他就说这个中庸之道道其不形义夫 就中庸之道毕竟是不能够有很多人去实践他 他为这个为此很有感慨 这个咱们在讲中庸之道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我也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有的同学可能想 你说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最好不偏不倚 那就是不左不右 刚才讲到了 咱们这个历史上有左派右派 那肯定是右派不好 而是左派一直是比较好的 甚至在国外 他也有也有这种左派右派的这种区分 这个呢是可以说是两个范畴的问题 而这左派右派和中庸是 是就是说完全是是两种两种语境 两种文化背景的下谈的两个问题 它是不能混淆的 这个左派右派呢实际上牵扯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咱们中国从古以来就是三四三千年前 或者甚至是四千年以前啊 就是说有这所谓上左还是上右啊 这个呢这个据考察呢就是中国古代上左和上右 它是不固定的啊 就是在三千年的历史中 有的时候他是认为左是好的 就是说这个上左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客人来了啊 让他坐在我的左方 这就表示这个他尊敬 但是过了几百年之后 他有上右啊 就是说那就说客人来了 我得请他坐在我的右边 那就表示对他的尊重 这个上左上右其实在现在 也还就是说在现在的咱们外交礼节之中 他还有这个问题 就说比如一笔如一 另外一个国家领导人来了 咱们的国家领导人在和他合影的时候 是让他在自己的左边站着 还是右边站着 这个其实就是上左上右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呢和这个中庸 它是完全是不是一回事 完全是两种情况下的 这个两个问题 这是不能混淆也不能够混为一谈的 咱们说的中庸跟那上左上右 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个中庸呢主要是指的是 就是在就是为人处事 那应该采取一种中庸的态度 应该不偏不移 无过无不及 这样呢才是最好的状态 我上节课也说了 就咱们在办事情的时候 往往你采取很激烈的手段 它反而办不成这个事情 你要采取过于柔软的手段 这事也办不成 这样往往是你取一个折中的方法 这事就能办成 这个中庸主要是这种含义 那么你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也是这样 你要发展经济 你不能说我这一位的 我就是大跃进 咱们这历史人有这种教训 我就人为的 我制造 本来这个没有那种经济基础 我非要制造出一种非常繁荣的 发展的经济空前发展的一种景象 你人为的制造 你制造不出来 制造的结果 恰恰相反 使经济倒退 所以无论是治理国家 所以咱们也可以说的 这个大学说的 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种 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些事情的时候 都应该用中庸的方法去处理 所以这个中庸之道 这个说起来简单 但是我也希望咱们大家以后在自己的生活中 逐渐的体会这个中庸之道 这样慢慢你就会感到 它这个中庸之道 其实是有非常深刻的哲理在其中 所以它以这种中庸的方法 它就能够使你 这个能够少犯错误 能够前进的更为顺利 咱们继续看课文 子曰 还是彭子的话 回之为人也 则乎中庸 得一善 则全权福音 而福尸之意 回之为人也 这个句子倒是好懂 就是这个回呢指的是他的弟子 颜回 这个颜回呢 他是自子渊 是鲁国人 是孔子最好的学生之一 颜回呢被认为呢 是最有德行的 德行最好的一个人 所以孔子对他评价呢 说回之为人也 则乎中庸 就是说他呢 做人的方法 他是选择了 中庸之道 得一善 则全权福音 而福尸之意 这个得一善 这个善呢 在这儿 还是指的是 中庸的道理 得到了 中庸的一个道理 他就会怎么样呢 则全权福音 而福尸之意 全权 这个权子呢 也可以写作 一个树心 一个 卷曲 卷曲的那个卷 也念全权 这两个字呢 是相通的 这个全权呢 是牢牢 把握 不放弃的样子 描述的是这么一种状态 福音 鹰呢 是指这个 人的胸 叫鹰 所以叫义愤 田鹰 咱们又 用成语来理解 就是义愤 田鹰的那个鹰 就是义愤 就是田鹰 这个鹰 就指人的胸膛 胸膛里充满了义愤 叫义愤田鹰 福音 指的是 就是从心里边 打心眼里边真正的幸福 打内心深处 真正的幸福 叫福音 而福尸之语 这句呢 可以这么翻译 孔子说 言回的为人啊 深思之后 选择了 中庸之道 来为人处事 他只要获得 这极好的 中庸之道 就牢记在胸中 发自内心的 幸福 而不再失去他了 后边还可以加一个感叹词 而福尸之语 所以咱们翻译的时候 福采失去他的阿 可以加一个阿字 下边 紫月天下国家 可君也 绝路可辞也 白人可倒也 重用不可能也 这话说的也是很有意思 天下国家 这个好懂 可君也 这个君 在这是 君咱们都知道是平均的意思 那么什么叫天下 国家可君呢 在这儿呢 就是引申为平定治理 平定治理 绝路可辞也 绝路 就是绝位和俸禄 绝 古代呢 按照功劳的大小啊 地位的尊卑 分 公侯伯子男 五等绝 历代呢 都 基本上呢 是按照这个五等绝 而稍有调整 绝路可辞 就是可以推辞 可以辞让 白刃可倒也 这个比较好懂 白刃就是那个 明晃晃的利刃 快刀 白刃 可倒 这个倒呢 大家看的是五岛的岛 岛呢 是足字边 所以岛的本来的意思呢 就是踩踏的意思 加上舞蹈 那才是跳舞 跳舞的时候 你肯定是用足 这个地方呢 他说了三件事 天下国家可君也 绝路可辞也 白刃可倒也 最后 他说出 中庸 不可能也 这个能字 在这是 能够身体力行的意思 能够身体力行 咱们先把它翻译一下 孔子说 天下国家 可以平定治理 绝位俸禄 可以推辞 不接受 雪白的利刃 可以去踩踏 然而 要完全 符合中庸之道 却是 没有人 能够做到的 这孔子说的这话 也很 很绝 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咱们可以考虑一下 孔子为什么 就前面这三件事 都这么困难 都可以做到 但是最后一件事 就是中庸之道 这么好的东西 他为什么 这么好的道理 为什么 却没有人能够去 真正的去实践它呢 朱熙呢 对这个做了解答 他说呢 他说这个上面 前面说的这三件事 天下国家可以平定治理 绝位俸禄 可以推辞不受 雪白的利刃 可以去踩踏 这三件事呢 都是天下之至难以 就是天下最难做的事 然而 都有人能做得到 他下边说了 至于中庸 虽若亦能 然非亦经人熟 就是人亦的那两字 亦经 亦经熟 然非亦经人熟 而无亦好 人亦之私者 不能及也 三者 四难而易 中庸四亿而难 这两个四是咱们给增加的 这样让他听起来比较容易懂 此民之所以险能也 这段话还比较浅显 他就说啊 这个 三件事呢 都是天下事 天下最难的 最难做的 但是都有人做到 中庸呢 虽然 看起来很容易做 就是不偏不倚 无过无不及 这有什么难的 但是他难在什么地方 必须得呢 然非亦经人熟 这个意思呢 咱们可以用现代话 理解的 就是说 就是必须得做到什么 什么情况下 才能达到中庸的程度呢 就是说这个人 是大仁大义 一心为他人 而无意豪人欲之私者 一点私心都没有 这个就很难了 不能急 就做不到中庸 所以呢 他说前面三件事呢 四难而易 看起来很难 但是不难 而中庸呢 四易而难 看起来很好做 但是不好做 关键就在于 就是说他要求实行 就是能够做到中庸的人 他肯定是大仁大义 肯定是 无意豪人欲之私的 这个对于一般人来说 人他总有私心 这个 说无意豪人欲之私 这个确实是 那就是圣人 也正是 这个大学中庸里边 所说的 大学里边所说的 就是这个 旨一致善 就是最高的 善的最高的境界 就是 说的就是这个 此民之所以显能也 这就是 这就是一般的民众 很少能够有人做到中庸 就是因为他 不可能达到 这个无 无意豪人欲之私 这确实是 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下面一段 此路问强 子曰 南方之强鱼 北方之强鱼 亦 而强鱼 宽柔以教 不抱而道 不抱无道 南方之强也 君子拒之 任金阁 死而不厌 北方之强也 而强者拒之 故君子 何而不留 强摘脚 忠立而不已 强摘脚 国有道 不变色焉 强摘脚 国无道 至死不变 强摘脚 这整个一段 主要还是 孔子的话 子禄 问强 就是子禄呢 子禄呢 当然也是 孔子的弟子 他姓仲 就是孔仲林的仲 姓仲名游 游来的那个游 自子禄 也自记录 他是鲁国人 是孔子的学生 这个人的特点 是好勇 好斗 所以 他向孔子呢 问什么叫强 什么叫刚强 什么叫 无勇 孔子怎么回答他呢 孔子说 南方这强鱼 北方这强鱼 亦而强鱼 就说你问的是 南方的强啊 还是北方的强啊 还是 还是 而强 这个而呢 就相当于那个 而 就是你 还是你的强 这个而就相当于 而 就是指子禄你 亦是亦祸的意思 还是 还是的意思 然后他下边呢 他就说 那到底什么是 南方之强 什么是 北方之强 什么是 而强 宽柔以教 不报无道 南方之强也 他说南方的强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宽厚温柔 宽柔以教 就是这个教呢 是指教育教化 这个宽柔以教 就是以宽柔教的意思 就是用宽柔来教育人民 不报无道 这个报呢 是 报复 无道 是指 非常蛮横无礼的人 横报无礼的人 对这样的人 也 不加以报复 这种情况 是南方的强 那么北方的强 是什么样呢 他说的是 君子居指 君子呢 君子 就是 就是这样的人 就是说 就是用宽柔来 用宽柔柔顺 来教育人民 对横报无礼的人 也不加以报复 君子 君子就是这样的人 君子聚之 就是君子 就是这样的人 这个聚之呢 是 守着 守着这个 守着他的意思 聚之 守着他 就是 守着这种 南方的强 任 任金格 死而不厌 北方的强 金格 金呢 是金属 格 是皮子 那么 这个金格呢 在这就是 带指 金属 所指的兵器 和用皮格 做的盔甲 任 在这是 指的是卧席 就躺在 就用这个 兵格 甲咒 作为 自己的卧席 就躺在 兵格甲咒上 而且呢 是死而不厌 这个不厌是 不后悔的意思 就战死了 也不后悔 这个是 北方 之强也 而强者 拒之 就是 这个意思呢 就是 好刚强的人 就是这样的 拒之 也还是 就是守着他的意思 就好刚强的人 他就会像 北方之强 这样 故君子 何而不留 强摘脚 这个 何而不留 就指的是 善于与人 和谐相处 这个流呢 是迁就的意思 就是隋大六 咱们说的那意思 就是迁就 明明知道他错了 却要跟着他跑 这种叫流 就是迁就的意思 隋大六 所以呢 就是善于与人 和谐相处 又不无原则的 去隋大六 去迁就他 强摘脚 这个强摘脚 在这出现了好几次 咱们看看 这个是什么意思 在 在这感叹词 脚 在这是强盛 无勇的样子 这个脚 在这是强盛 无勇的样子 强就是刚强的意思 脚 还是强盛 无勇的样子 所以这句呢 可以这么翻译 就从这个开头 可以这么翻译 子录 向孔子请教 什么是刚强 孔子说 你问的是南方人的刚强呢 还是北方人的刚强呢 还是你要的刚强呢 用宽容 用宽容柔顺 来教育人民 对横暴无礼的人 也不去报复 这是南方人的刚强啊 君子 就是这样的人 把刀枪铠甲 当做枕席 死了也不后悔 这是北方人的刚强啊 好刚强的人 就是这样的 因此 君子善于与人 和谐相处 又不无原则的迁就 这才是真正的刚强 这强在叫 强在脚 怎么翻译为 这才是真正的刚强 下边 忠立而不倚 强在脚 忠立而不倚 这个指的 还是 文守中庸之道 而不偏不倚 不左不右 那么这种情况 才是强在脚 国有道 不变色 焉 强在脚 这个国有道 就是说 这个国家的政治 清明 天下太平 这种情况下 一个人出去做官 而不变色 这个色呢 是阻塞的意思 就是没有当官 之前阻塞 就是没有色 色的反义词是 达 咱们又说这成语了 非黄唐达 就是说 你这官运红通 一下你就上去了 这叫非黄唐达 色呢 就是你上不去 被堵色了 就说 你没有做官 叫色 所以不变色呢 就是不改变 你没有做官时的 那个操守 你没做官的时候 你很清廉 你也没有那个条件 去贪污 这样你 在你做官之后 这个 在政治清明的情况下 你做官之后 你仍然 像没做官的时候 一样 还是两袖清风 这个就叫 不变色 强摘脚 还是 这是真正的刚强 国无道 致死不变 强摘脚 那么如果这个国家 政治黑暗 不太平 致死不变 就是指的是致死 就是你政治黑暗的时候 你说不定 你就遭到了小人的陷害 各种各样的 危机四伏 这样你会碰到很多 不顺利的情况 很多 这个险恶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呢 致死也不改变致想 这个呢 也是真正的 坚强 所以这段呢 可以这么翻译 谨守 就是严谨的那个谨 谨守中庸之道 不偏不倚 这才是真正的刚强 遇到国家政治清零的时候 不改变自己 为做官前的操守 这才叫真正的刚强 遇到国家政治黑暗的时候 致死 也不改变致想 这才是真正的刚强 所以孔子这个地方呢 说刚强 什么样是真正的刚强 就是说 你如果皮肤之勇 那个不是真正的刚强 真正的刚强是这样的 就是 刚才说的这个 和而不留 忠离而不已 国有道不变色 国无道 致死不变 像这样的 才是真正的刚强 所以他这个呢 也是对子禄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子禄呢 他就是皮肤之勇 这种勇呢 他不是真正的刚强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刚强 下边 子月素隐行怪 后世有树烟 五福为之矣 君子尊道而行 半途而废 五福能一矣 君子依护忠用 顿势 不见之而不悔 为胜者能之 这又是孔子的一段话 素隐行怪 这个素字呢 据这个学者考证 应该这个素呢 应该是所隐的意思 应该是所 就是所要的那个所 一所的所 这个所隐行怪 所隐呢 就是求 求所 隐暗之事 行怪 就是而行 怪于之道 所隐行怪 后世有树烟 这个所隐行怪呢 后世有树 这个树呢 是祖树的意思 不是叙树 什么叫祖树 就是 遵循和效法的 和效法 前人的学说和行为 叫祖树 祖宗的祖 叙树的树 遵循和效法 前人的学说和行为 就是说呢 一个人 如果他求所 他专门追求那种 隐暗的事情 而且行为呢 是非常怪诞 而行怪于之道 望令后人有所 而且他还希望呢 后人呢 能够遵循和效法他 这种情况 孔子说呢 五福为之一 我不做这种事情 我不会这样做 刚才说的呢 是这个 严师谷 严师谷对这个 这个中庸 他的注释 君子尊道而行 半途而废 五福能一亿 这个呢 就是这个尊道而行 还是依照 中庸之道 向前 行进 半途而废呢 是指 某些人 半途而废 本来是尊道而废 很好的 但是有些人呢 却半途而废 半途而废 这个现在也成了 在咱们现在 韩语里也是成语了 就走到一半 他就不早了 孔子说呢 五福能一亿 这个以 这个以经的以 在这是 停止的意思 中止的意思 就是半途而废的意思 我不能半途而废 我不能停止 君子一呼中庸 顿事不见之 而不悔 君子一呼中庸 就是按照 中庸之道 去做事 顿事不见之 这个顿是 这个顿呢 本来是 逃跑的意思 逃顿 这个什么 有所谓什么土顿 就是在这个 古书里边说 什么有土顿 什么的 这种 就是都是逃跑的意思 那么顿事在这 他的意思呢 就是说 指 终身讲 就是一辈子 一辈子到老 一辈子到老怎么样呢 不见之 就是不被人了解 不被人 不被别人理解 君子呢 按照中庸之道 去做事 但是一辈子呢 如果一辈子 都不被人理解 而不悔 这样的情况下 他仍然不后悔 不后悔 这种情况 为圣者能知 这个圣者呢 就指的是圣人 这段呢 可以这么翻译 孔子说 我是不会 不被别人理解 和他 和他在真正社会中 这个 很难得到人 实行的情况 和他的原因 所以 这篇文章呢 就是光开头这几段呢 也是很难人寻味的 希望咱们大家 在学之后呢 这个 以后 还要不断的 在自己的实践中 不断的思考 你想想这个 这个中英之道 确实是 就是我多次说到的 它是 含有很深的哲理的 你如果按照中英之道 去办事呢 就能够 比较容易成功 而违背它 那就很容易失败 不容易成功 所以这个 还是 今天我们作为 这个 虽然是几千年之后 但是这个中英之道 在中国呢 这几千年都不衰败 说明它 确实是很有生命力 今天的课 咱们就讲到这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